Hello,大家好,我是Janet,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终于到了周末,有时间可以坐下来录这支视频 跟你们聊一聊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 Sephora Bonus Sale这个夏季打折期间 我都买了一些什么 Sephora现在一年是三次打折了 上次四月份打折的冬季 好多我还没有怎么用呢 然后现在又来八月份的这个八折 多少还是买了一些东西 尤其是彩妆方面出的一些新品啊 买回来试试看 那今天就来和你们分享一下吧 那在正式开始说我买了什么之前 那我想先和你们分享一下 我在Sephora购物的时候的一些习惯 那首先这个八折的话 其实是一个就算还比较正常的一个折扣吧 因为现在这么多商家 包括department store啊 包括品牌自己的官方网站啊 时不时的都会放出一些打折活动 那有的是甚至比八折要更划算的 还有的网站比如说在纽约是没有税的 这些算下来可能都要比Sephora八折的活动要更好 那所以我在Sephora打折期间呢 我会先去看Sephora特有的一些品牌 或者说在其他的地方可能拿不到更好折扣的这些品牌 那我在买的时候 我在Sephora打折开始之前呢 我就会先用九折或者九五折的这个价格来换他们家的礼卡 就是gip card 那这个换礼卡呢 我主要是通过我平时的一些cashback的一些积累 比如说discover的信用卡的cashback啊 还有一些cashback的网站 像ebates就是现在他们改名叫rockerton 还有topcashback 他们就是通过这些网站返利下来的这些钱 都可以用九折九五折 甚至有的时候八五折的这个价格来换一些商家的礼卡 那其中呢就都包括Sephora Sephora的礼卡的换购一般是九折和九五折 那算下来也会更划算一点嘛 然后呢 还有就是我即便消费的时候会用这些礼卡 但同时我还是会用那些返利网站 因为即便你没有直接用信用卡消费 你用的是礼卡 一样会可以拿到返利 那所以呢在Sephora和其他的地方比价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些九五折九折换购离卡呀 cashback至少大概cashback5%吧 这些因素都算进去和其他的地方对比一下价格 然后呢 再决定在Sephora买什么 另外在Sephora买东西还有一点要考虑的就是 Sephora的退换的政策是比较宽松的 有的东西用完了不喜欢即便是已经打开用了 还是在六十天之内吧都可以去退换 所以是一个非常友好非常宽松的退换货政策 那对于有的一些产品我不确定我是不是会喜欢 比如说颜色上脸啊 或者说不好去专柜失色它店里没有的呀 我会倾向于在Sephora买而不是在其他退换货不方便的地方买 因为之后如果用着不喜欢的话可以再退货的话 我觉得是要比多一点点折扣要更适合一些 好那就先说这么多我们现在马上就来看看我这次买了什么吧 那这次我在Sephora买的主要是护肤品和彩妆两大类 那护肤品呢只买了两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这个Youth to the People的这个抗氧化的一个截面 它里边呢是含有羽衣甘蓝绿茶菠菜还有维他命这些抗氧化的成分 主打的是抗氧化的清洁 那它的产品介绍说是可以帮助卸除彩妆 防止毛孔的堵塞 还有维持皮肤的一个PH值的平衡 它的产品介绍是说从干皮混合油性各类的肤质都是适用的 那我一开始是被这个产品的这个包装吸引 在那个Sephora的网站上看觉得还挺漂亮的 而且它虽然是一个小众品牌 但是这个品牌现在好像突然就活起来了 而且这个截面有获得Allure 2009年的一个美妆大赏 所以我这次呢就买回来试试看 拿到这个它的瓶身呢是这种玻璃的 还挺有质感的 那这个截面我现在用过两次 都是晚上卸妆之后的清洁 我作为一个干皮 我觉得我没有特别喜欢这个截面 首先它的质地是挺稀的那种流动性很强 那我一般是会用两泵的量 那它搓出来的泡沫呢是那种比较稀疏比较 大颗的那种泡沫不是那种很细致绵密的那种 它的味道因为它有很多植物成分嘛 它的味道确实是有那种植物的味道的 绝对是洗得很干净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清洁力是挺好的 洗完之后呢我觉得脸是会有种太干太色的这种感觉 而不是那种洗完之后干净的不紧绷平滑的那种状态 所以我干皮来说不是很喜欢洗完脸的那种紧绷的感觉 我觉得应该还是更适合油皮混油皮吧 所以会留给我老公来用 在包装里还附带了这么一个他们家面霜的一个小样 也是有这个Kale Spinach还有Green Tea的这个成分 成分和那个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什么酸我也不太认识 那回头用用看吧 看看效果怎么样再和你们来分享 那买的另外一样护肤品呢 是这个Summer Fridays的这个面膜 Jellab的面膜 时差面膜 这个也是在我的草单上蛮久的 刚一出来的时候 我其实有被它的这个包装所吸引 觉得挺Sleep 挺硬死风的那么一个包装 它现在确实也是挺火的 这是他们家出的第一个面膜 是这个Jellab Mask 他们现在好像又出了两个其他款的面膜 那我这次呢就说 因为我9月份要travel嘛 所以想说买一个Jellab这个面膜 来试试看 这个我用过一次 感觉还不错 先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 是这种白色的 质地算是有一点厚重 算是有一点厚重的这么一个质地 我因为我是在那个 用完那个Youth of People的这个洁面之后 来就当时觉得脸很干嘛 然后就用了这个面膜 觉得确实是有这个滋润的这个效果 它叫Jellab面膜 其实它就是针对 比如说长途旅行啊 或者说平时工作的繁忙啊 会导致皮肤出现干燥 还有暗沉的这些现象 是用它呢 更多的是对皮肤的一个滋润 还有修复吧 我觉得它是有做到 它的这个 说的这个功效的 那使用方法来说呢 就是涂上之后 等10分钟 然后不用水洗 直接拿纸巾 把多余的 没有吸收的这个面膜成分擦掉就可以了 然后上后续的护肤 所以它的这个特性呢 是可以在飞机上用 然后不用再去洗脸的 就比较方便 那我在那个小红书上看到 有人说 这个面膜还可以当过夜面膜 不过它的这个instruction上面 并没有说是像其他的过夜面膜 那种说 用完了所有的护肤的步骤 然后最后再上一层过夜面膜那种 它是没有讲说可以这么当过夜面膜的 但我觉得滋润的效果确实是有 但是把这个面膜没有吸收的擦掉之后 再上护肤品的话 我会觉得这个脸比平时用护肤品相比较 脸会更绵一点 有点粘枕头 所以这个的使用感稍微差一点 但是我觉得在飞机上如果需要的话 用这个面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还有一点很小很小的吐槽 就是它的这个包装 可能看不太清楚 它的包装上面的这个字啊 印的我不知道它就是这个风格吧 但是印的真的是很不清晰 如果我要是在淘宝上买了这个面膜 我肯定会怀疑我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这上面印的字就跟我们平常说 某一些假货对比 然后那个字不清晰就一样一样的 但是这个产品本身的使用感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这次旅行的时候我会带着它 那葫芦饼就说完了 我们现在开始来说彩妆 第一个先是Fenty Beauty的新出的粉底 叫Profilter Hydrating Longwear Foundation 这是他们家新出的专门针对 中性还有干性皮肤的一个粉底液 那它的特点呢 一个就是保湿 还有一个是持久 那它的介绍说遮瑕力呢 是中度到高度遮瑕 但是出来的妆效呢 是一个比较自然的妆效 这只粉底液的价格是32毫升 35美金 比那个Permagrass那个粉底液 真是便宜良心了不少 大概便宜几乎一半吧 那Fenty Beauty的产品 它的色号选择呢 非常的多 我选的是140号 就是light with neutral undertone之类的吧 我觉得是黄二白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上脸好像是 在我脸上有一丢丢白 我在不同的光线下看 有的觉得还不错 但是有的光线下觉得好像是有一点白 所以我会再去店里试试 看看有没有更适合我的色号 它打开是 它是这种牙膏袋的 然后打开之后呢 这是有一个泵头 挤出来之后 可以看到它的流动性没有那个Permagrass那么强 比较的油润 好推开 然后我的上脸的感觉是 确实是适合干性皮 上脸完全是没有觉得干 不好推开 觉得不起皮 这种情况是完全都没有的 现在是用了两个小时 我还不确定说 之后会不会有这个氧化 两个小时来看 现在这个粉底保持的还是不错的 而且完全也没有拔干啊的这个感觉 然后遮瑕度确实是 比Permagrass那个要遮瑕力好很多 因为我最近皮肤状态不是很好 像这儿 然后还有额头 长了几个痘 用它我觉得上第一层就能至少遮到50%左右 但是它的光泽感确实是不像那个Permagrass那个 这么的有光泽 它确实是比较自然的妆效 涂上去呢就没有觉得皮肤在发光的那种感觉 那如果之后你们想看的话呢 我可以再做一个全连天的这个粉底液的上脸的一个评测 那这次我购入的另外一样底妆品呢 是这个Georgia Mani的Power Fabric的遮瑕膏 这个我在之前某一期空瓶剂里边讲过我用完了一个小样当时就觉得特别喜欢 所以这次打折的时候呢就收了一个 其实我正在用的遮瑕膏挺多的了 我买之前还在纠结说要不要再等等 但是它真的是太好用了 我决定还是入了 入完之后我现在一句话总结的就是 它现在是我最喜欢的遮瑕膏 已经超过了我之前的最爱那个NARS那个 也是这种管状的那种concealer 它就是比较的质地非常水 你看它你从把它那个管里拔出来的时候 那个感觉你就可以知道它是很水润的那种 然后我选的颜色是三号色 那我平时遮瑕的习惯是在上粉底液之前呢 我会先用一个橘色的遮瑕来进行这个黑眼圈这底下颜色的一个修正 然后呢再盖一层粉底 盖粉底之后呢我会再用这种遮瑕膏做一个眼下的提亮 所以这么多层盖下去呢 我对这个遮瑕的这个水润滋润的这个要求还是挺高的 否则这么多层的话很容易造成眼下的这个干纹细纹跑出来 然后卡粉 但是这个就完全的不会 这个质地是非常水润的那一种 而且非常好推开 我用它的话就是把它涂在这个眼底之后呢 然后直接用手指推开 是非常好推 同时呢在遮瑕提亮方面也都是做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所以现在这个就真的是我最喜欢的遮瑕 非常的推荐 那刚才去吃了饭 我们接下来继续说彩妆的部分 这次买了一块Laura Mercier的腮红 颜色是Peach 还是这种有点这个颜色比较准一点 是这种珊瑚色 然后上在是非常元气的这种颜色 那我之前就有另外一块Laura Mercier的腮红 是这个颜色叫Ginger 我也顺便试个色吧 这个它这个Ginger是更自然的一个颜色 当时买这块的时候 我用上去就特别的惊艳 非常喜欢 它的粉质是特别细腻 然后用上去呢完全不非粉 而且上脸之后呢也融合度非常的好 然后这两个颜色在脸上的效果都是挺好的 一个是很自然的这种有点裸色吧 比较自然色系 然后这个这次新买的这个Peach呢 就是很元气的很夏天的一个适合的颜色 对黄皮呢都是非常友好非常适用的 那我今天上脸用的是Peach这一块 我觉得还是特别挺满意的 我下次打折可能还会再收Laura Mercier的这个腮红的其他色号 那我这次配合这个腮红的呢 是新买的一把腮红刷 也是Sephora这次放在Sale区 然后我就顺手买了一把这个折上折嘛 这个是它的73号刷子 名字叫Blush Precision 就是那种你需要比较精准定位你的腮红的位置的时候呢 然后就可以用这把 它和其他的Sephora的刷子一样 外面有这么一个塑料壳 我还挺喜欢的这种包装嘛 然后打开之后可以看到它是这种蛇形的这种毛的形状 而且它的毛质你可以看到还是挺厚的 而且非常的扎实和紧密 那其实我刚一拿到这把刷子 我的感觉不是很好 因为它毛扎得非常紧 然后呢它的这个形状呢又比较小 所以虽然它是就是 这个名字就叫Blush Precision 就是说要精准定位的那个腮红的时候用这把 但是我刚拿到的时候 我觉得容易把腮红刷的灾难 就容易这个颜色阴不开 但是我今天用它配合Laura Mercier的那个腮红呢 觉得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 我之前都是多虑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Laura Mercier的这个腮红 它本身的这个品质 粉质还有晕染度比较好 但是anyway今天我用这把腮红刷 我觉得感觉挺好的 它的抓粉力没有那么强 沾上粉之后 然后就这样 在你想要的位置上 把它可以很轻松的就可以晕开 完全不会出现我之前所担心的 有这个色块啊 或者有猴屁股的情况发生 所以这个觉得还是挺成功的买的 它的原价是30多吧 然后打完折应该是不到16美金 还挺划算的我觉得 如果现在还有货的话 你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我会再用它上其他品牌的腮红再试试 然后如果有其他后续的使用的感受呢 再和你们来分享 现在吃完午饭之后 太阳的位置跑到了正上方 所以现在会有一些影子在我脸上 这次呢买了两块高光 都是比较小众的品牌 一个是Melt 色号是Stargazer 一个是Milk 加新出的这个Flex highlighter 选的色号是Lit 我特别特别喜欢用高光 然后是一个高光控 每天到刷高光内部的时候呢 就特别开心 这次又买了两块高光呢 都是这种香槟色 这个是Melt的 这个是Milk的 两个都是香槟色 然后上面都有很漂亮的印花 那在手上试个色 用这只吧 这个手指是Melt 这个手指是Milk 好像刷在手指上看的差不多 你看看 可以看到 这个是Milk的 会再多带一些粉调在里面 然后这个Melt呢 就是更自然的一个香槟色 这个感觉好像更闪一点 Melt这个是不是 更自然一点 你看到波光淋淋的 好像这个的这个 会更金属一点吗 我今天用的是Milk的这块 在脸上 然后我用的刷子呢 还是刚才这一把 Sephora的刷子 它刷高光也是挺合适的 因为它是比较紧 形状的比较小 那我们再上脸刷它看吧 现在用的是Melt这块 看到吗 然后用这边刷子 再刷一下Milk的这块 好像这边 是不是 看见没有 都特别的亮 两边 我觉得上脸的效果 在镜头里面 这样看的话 是差不多的 它的光泽度 都是非常的细腻 喜欢 喜欢喜欢 虽然两个差不多 但是我都不要 然后高光的部分就算了 接着我们 来说眼妆 这次买了三个眼影盘 全都是一个品牌 VZ Art 最开始其实想买的是 这两盘 就是它们的 Warm Edit和 Rose Edit 那我一开始 这个产品的 新品的图出来之后呢 我就有被这个 Warm Edit所吸引 它是这样 打开 然后里面还有个 小镜子 它这里边有 12个颜色 上面还有这么一个 隔板吧 就是 这几个颜色 就是我黄皮爱用的颜色呀 就是暖暖的 然后 黄色啊 橘红啊 反正这个颜色 就是上我的脸 基本上就不会出错的 然后我今天用的呢 也是这个眼影 我有用到中间这一排的四个颜色 这个打底 然后这个是铺的这个主色 这个是 晕染了一下眼窝 然后这个是眼尾的一个加深 同时 最上面的边界呢 用这个最浅的颜色来晕染 然后眼头还有这个卧蚕的地方呢 是用这个提亮色 我之前呢 就有好几盘 VZ Art的眼影 对他们家的眼影印象非常好 那这次出来这两盘呢 我也是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这次趁打折就收了 那提到了这一盘的时候呢 那我想再同时说一下这一盘 Natasha Dinona的这个 日出盘 这个也是我上个月 用那个2500积分 换了100块的离卡 然后买的 就也棒在这次 Sephora的打折里面来说吧 我觉得 看上去 有没有觉得两盘眼影的感觉 是差不多的 但其实仔细看 仔细对比的话 其实它并没有什么颜色 是一模一样的 好像这两个橘色有一点像 就是这个里面的 这个橘色 和 Natasha Dinona的这个橘色 就这两个很像啊 这两个很像有没有 那其实除了这个颜色的话 其他的颜色 我没有发现有 就是特别一样的 但是即便是颜色没有一模一样的 但其实上眼的感觉 还都是那种暖色呀 都是这种 感觉的颜色 所以 其实 这两盘相比较的话 我本人 其实更喜欢VZR的这一盘 其实粉质的话 明显是Natasha Dinona的 会更好一点 摸上去就湿湿软软的 然后VZR的这个眼影摸上去呢 会有一点干 有一点硬 但是上眼之后 VZR这一盘绝对是一盘不差的眼影 它的晕染 它的显色 完全 我觉得是上眼之后 其实是不会输给 Natasha Dinona的 还有就是 这一盘眼影 它 就像我刚才说 我今天的这个画法 它的眼影配色 我觉得比Natasha Dinona的 这盘要好 这一盘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是些 红红紫紫的颜色 最深的就是这个颜色 可以拿它做一个加深吧 但是加深的话 完全是不会有 这两个颜色这么好 然后中间这个眼窝的过渡色呢 也 我觉得也不像是这盘里边的选择更好 所以我觉得从 黑色 粉质 包括包装 还有这个大小 全方 为什么Siri一直在被我激活 我说了什么 我好像 在录视频的时候 一旦说到黑色 我的Siri就会自动被唤醒 OK我们现在再说的眼影盘 我刚才说 从 配色 粉质 大小 还有包装 这些方面 综合来看的话 我觉得我是更推荐 VZ2这一盘 我觉得是好过 Natasha Dinona这一盘 那如果你已经有了Natasha Dinona的这一盘 我觉得 可能就没有必要买VZ2这一盘了 因为其他的收敛色 你在其他的盘子里肯定也能搭配的用到 但是如果你两盘都还没有的话呢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入VZ2的这一盘 因为他像我刚才说的 他的综合的比较来说 我觉得是不输于Natasha Dinona的 而且他还更便宜更便携 那这两盘说完了 我再简单的说一下Rose Edit吧 其实Rose Edit一开始没有Warm Edit那么烧到我 但是我后来想到 其实我类似的眼影盘 包括我不管有日落盘还有日出盘 还有什么ColourPop的Yes Please 还有其他的就只有暖色盘吧 就是总是会烧到我 所以其实很多了 然后这种粉色盘呢 其实并没有特别多 我觉得这一盘它虽然是一个粉紫色系的 但是它的颜色其实都是还算比较暖的 但这盘我还没有上演试过 但我觉得应该不会差的 那这次又买唇膏啦 买了四支 两支Charlotte Tuberate新出的这个 一个刘嘉玲色 一个Red Hot Susan 然后有一个YSL的 还有一个滋生糖的 那这个为什么没有打开呢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现在说Charlotte Tuberate吧 一个刘嘉玲色Karina Star 就是这种珊瑚 我今天嘴上涂的就是这一支 感觉不错 就是颜色很显白 然后也很好上色 这个赤色应该挺多了吧 就大概给你们看一下吧 这个是Karina Star 包装的话其实我觉得都还OK 这个我也没有觉得很丑 这个我也没有觉得那么美 我觉得都还可以吧 我不是一个包装控 然后这个是Red Hot Susan 也是非常非常显白的一个颜色 就是带橘调的一个红色 这个也是一上嘴 就立马非常提气色的那种颜色 然后说YSL的这个 这个是颜色色号是80 是后知后觉的 因为之前我有一段时间对YSL的橙膏 就不是很感兴趣 然后也没太关注过好看的色号 那这个80呢 是我这次才被种草的 它是这种番茄红色 非常水润 就是很滋润的一个 它的颜色你看出 比这两只呢 都要再清透一些 我后悔 为什么没有早买这只80号的橙膏 超适合夏天的 有没有这种番茄红色 所以要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 再多涂一涂 然后最后呢 就是自生堂的这一只 203 我没有拆开 是因为它里面还带着这个 素风密封的包装 这个我之前就有听说过 这一款口红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之一呢 就是保质期非常的短 拆开之后呢 要在六个月把它用完 所以它你看它还带着这个包装 看来六个月的保质期 是很认真的 打开之后是这种防管的 203号Night Rose 很细的一只颜色 哇 它涂在手上的感觉真的好顺滑呀 明显比刚刚那三只都要好上色 它是这种 我觉得是豆沙色吧 有点豆沙 有点玫瑰色的这种颜色 这个颜色就是非常的日常 各种场合应该都适合的这么一个颜色 所以这只一定会是我未来几个月最常用的唇膏之一 非常的细腻柔滑 我有在店里试过上嘴也是很漂亮很显白的那种 我今天就不上嘴来试了 好啦那我买的东西就都已经介绍完了 最后要不然再说说我之前有想买但是没买的怎样东西吧 一个就是Dial的那个有色润唇膏 我之前本来想说买个Coral的那个珊瑚色 但我发现我还有之前在Net Porte那个特会组里边 有带一个Wandler Beauty的一个也是类似的带有点颜色的润唇膏 所以想说要不然先用那个就先不买新的了 然后还有Tasha新出的一个眼霜 一开始我也是加在我的wishlist本来想买的 但是去店里试过之后 我觉得那个不是很滋润 它的那个质地是挺硬的那种质地 然后呢涂在手上没有很滋润 没有很好推开 我不觉得是一个很好用的眼霜 但是Sephora上的评价呢还挺多的 而且挺高分的 所以我不清楚是什么人觉得它好用 反正我在手上用是觉得一般 但是我现在眼霜长草的是自生堂新出的一款 那我现在先再用一下我的囤货 稍后我会考虑入那个眼霜 另外我还想买什么来着 哦还有那个Natasha Dinona 最近她的日落 不对对对日落盘和Lila 两盘都在打折嘛 然后日落盘我是已经有了 我也是挺喜欢的 但是Lila盘呢 我想说哎打折了 要不要顺便入一个 然后我看这个湿色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夸张 虽然它里面有一些很鲜艳的紫色啊 粉红色 不过后来我去这个店里还是试了一下 我觉得那些紫色在我的脸上应该还是不好驾驭 即便是打折折后也要大概八十美金税钱吧 还是挺贵的 所以最后想着想 干脆就没有买 那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那我都说完了 那我才想起来 我刚才蜡说了一块那个VCR的眼影 也是这次新买的 是他们家Theory系列的色号是Nuance 它的包装也是这样 打开有个镜子 然后这呢有个隔板 然后是这种绿色的眼影 那这次买它就是因为它进入打折区了 然后可以折上折 所以我就买了一块 之前我有这个系列另外一个打折的色号是Mix 也是那种橘棕配色的吧 也是非常喜欢 那这个呢是这种粉棕配色的 但我觉得这一块好像没有Mix那一盘 那么推荐那么实用 我觉得上面这四个颜色 感觉都有点太接近了吧 但是依然是粉质很好 很漂亮的一块眼影 那如果你只想买一块尝试一下呢 其实我还是更推荐Mix的那一块 那今天Sophara的打折购物分享就到这边啦 那我今天说到的这些产品 如果有哪些你想看上脸实色的话呢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如果你有在Sophara买到的一些 你喜欢的产品呢 也非常欢迎推荐给我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当然一如既往的也请留言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 非常谢谢你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别忘了关注我 别忘了 �